我说它是坏叔叔真的是坏叔叔 把我们那个轮胎从山坡上就这样滚下去了 也没有任何的说法 两队都没怎么遵守规则 怎么说呢 哥哥姐姐嘛 自己让着点 到目前为止 两队是不相上下 其中有一队的队员现在已经不见了 他就是红尘 因为我们那个比赛的地方在山上 然后轮胎正好一滚 它滚到山下去了 吹上来的时候因为是一个斜坡嘛 剧类 报应呗 我去捣乱他们 他们也捣乱我们 还有最后两分钟 到目前为止 两队都是不相上下 我拿瓶水啊 这么冷的天气里面 只有水可以瞬间冻成冰 可以做像那种混泥土的一个功能 哇 这个战术非常漂亮 通过水让这个产生的冰柱瞬间结冰 小心别前功尽弃啊 看完王国那边做得特别好 这拔得特别特别好看 我就开始紧张着 我张的手抓着 OK 然后我说放 对对对对 开始对手给它先固定住 一根柱 往上加一层就多一层风碱了 太沉了太沉了 我们想就是说不要再裸了的原因是怕它倒 所以我们说是不是不要再裸了 不要再裸了 哇 这边周密完全靠手的温度来 捂热这个冰 看着让人心疼啊 还有最后的五十秒钟啊 各位 抓紧时间了 小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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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太不稳了 三 二 一 随着两支战队呢 全部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之后 接下来就是紧张的现场测量高度的时间